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,非洲不仅只有黑人,也有类似于亚洲的黄种人,而且在州有一个由黄种人组成的国家,是非洲唯一由黄种人组成的国家,01此国就是非洲导国马达加斯加,为什么说马达加斯加有黄种人呢? 据资料记载,马达加斯加人长相更像东南亚人,大部分马达加斯加人肤色呈浅棕色,而且身材娇小,长着很小的鼻子以及很薄的嘴唇, 这是典型的东南亚人种的特征,据说南岛语系的人父系传属于东南亚人种,进一步证明了,东南亚人在很早时代迁徙到这里,并与当地土著融合。 从语言上看,马达加斯加语言语系,属于印度尼西亚语族,与俄罗州上的土著语言最为接近,与非洲大陆其,它语言没有任何联系,从房屋建造的特点看,马达加斯加房屋更像东南亚一些国家原住民建筑,其建筑风格与非洲大陆的房屋有所不同。 02,马达加斯加位于印度洋西部,格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相关,是世界第四大道,独特的地理优势,也使得马达加斯加并未像非洲大陆其他国家那样,有无何止的战乱和贫穷,因为马达加斯加在岛上,与任何国家没有边界问题,但马达加斯加并不负,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, 目前人均GDP只有400美元,可以说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国家,马达加斯加的穷得最初根源与非洲其他国家一样,主要还是来源于殖民统治。 2,马达加斯加虽然是道国,但在历史上也遭遇过被殖民的时代,18至19世纪,马达加斯加当时亡国统治,但后来,此亡国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,于是,该国被强国介入,战乱不断。 19世纪80年代,法国借口侨民论,提,正式占领马达加斯加,是马达加斯加成为法国殖民地,03但马达加斯加人,经过50多年反抗,才总算迎来本国自治。 1958年,马达加斯加成为法共体内的自治共和国,不过这种自治是留在法共体内的自治,但在殖民时代,要比其他国家强百倍。 1960年,马达加斯加独立建国,马达加斯加另一种,穷来源于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。 独立后的马达加斯加,虽然经历一段时间平稳发展,但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初,马达加斯加局势开始动荡,特别是2009年,该国反对派利用军事滑贬,赶走了现任总统,此次滑贬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反对。 很多国家停止对马达加斯加援助,致使本就发展脆弱的马达加斯加经济,更是雪上加霜。 马达加斯加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,工业基础薄弱,法国殖民期间只知道从马达加斯加掠夺资源,并没有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。 所以,马达加斯加独立后,没有经济基础,发展缓慢,上世纪70年代,我国曾援助马达加斯加各项基础设施建设,帮助马达加斯加建立了学校、会议中心、公路以及堂长、钥匙等基础建设,有效帮助了马达加斯加独立后各项建设。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,图片来源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